女人 女人 银子 周恬 你来得正好 我正想去找你呢 怎么了 陈梦呢 我这几天都没见他任阳 打电话手机也不在服务区 家里电话永远没人接 你们俩是不是又吵架了 他也没有跟你们联系吗 他已经好久没有跟我打过电话了 走 周恬 看什么呢 王师傅 陈梦呢 他这几天没来上班 完了 王师傅陈梦出事了 他从哪天没来上班的呀 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他这几天没来上班呢 是被一个公司机调去训练狼狗了 他没事 就是出差了 出差 该死的陈梦 表达 没胖子 你啊 老板 你啊 我说第三个人 这几天 和她的工作 你想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成 这个案子虽然预算少了很多 但是你真有必要 要做这份男士版吗 非常有必要的 韩尚在这一年多之中 已经把品牌打出去了 而且在盈利方面来说 当然不算很多 但不是没有吧 我们为什么不趁劲追击 然后再出一本男士的刊物呢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形势都不好 所有的投资者都紧缩银根 我们逆势而动 这样不好吧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 有点操之过急 新闻都已经发出去了 所有该做的准备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尚东 那你还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 再说 这一次 男士来反 如果做成功的话 对您来说 绝对是 名利双收人 而且 韩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头 我们做的全部都是创意的事情 现在才是真正 我们要拿出钱来 搏一搏的时候呢 尚东 我绝对相信 你的魄力的 要不然当初 我也不会跟您合作的 如果您肯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一定不会令你失望 那请你记清楚 这次我输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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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输不及 你放心 我一定让尚东您扬眉吐气 大姐 哎呀你魂飞哪去啊怎么 麻的麻的那件 天天啊 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够这么马虎 我看你整个就心不在焉呢 现在海上可是十万火急 你就这种状态啊 我前几天就开始做 男士版的可行性方案了 赖福专刊呢 出什么事了吗 陆明 我觉得我正在把自己的生活弄乱 这就对了 这就说明你现在的工作已经走向正轨了 等你的私生活完全变为乌有的时候 也请你告诉我一声 那就说明你已经马上要变成寒露了 天天啊 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没有人能够逃得掉 去吧 叫主编下来 主编 这是卖板的方案 你竟然让你的意思修改过了 方凌姨 你脚怎么了 这个方案先放在我这 可行性的方案 正确的数据出来了吗 都出来了 已经写在方案里面了 预算跟财务部核对过了 核对过了没有问题 好 小总监 核天 难堪进行得怎么样 这代进行中的 你没听说 主编什么时候让我们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没有听主编提起过 核天 你跟我说实话 你赞成就计划吗 当然赞成了 主编有非常多非常非常棒的点子 我相信我们的男开一出来 必定会比市面上所有的男生杂志都要好 那好 回头你把方案发到我的邮箱 我也看看 主编 我之前交代过 方案要暂时保密 对我也保密 这家董事会的时候一定会给您一份的 姐 你真的要破坏难堪计划 让韩露得逞了 我们以后的日子还走不过 可是你这么坐年想清楚 做这件事到底是力大还是必大 日记门之后 上风确实有意在疏远我 所以 我不能再不听他惹毛他了 上风老婆家族那边的实力是谁都知道了 如果他们要上风打不掉你 笑话 我瞧美美那是抱男人大腿混吃混喝的吗 我为TMG做了多少贡献 我为TMG做了多少贡献 姐 我们要另做打算了 另做打算了 对 就姐 那有件 什么东西啊 我的天啊 我敢挖你的丁拽小礼服啊 周田 你是重大奖的还是得罪人了 有人被得罪了还送人东西吗 这你就不知道了 万一是贼栽葬给你呢 天哪 看了这手工 就一直多少钱 喂 佩明啊 原来是你啊 我还正想是谁送的呢 今天晚上 不是我不帮你忙啊 我 我知道你的派对很有意思 你可别这么说啊 也不知道啊 你一挥手 有多少女人趋势若鹜啊 别说再加她这条裙子了 谁啊 谁啊 大奖 大奖 喂 你等一等啊 赶快大奖她呀 你先大奖 别管了 我来再说 喂 太明 那好吧好吧好吧 晚一点见吧 晚上见 拜拜 喂 真的不行啊 都好几天没见到承诺了 哎呀 我又没让你去 你呀 该甜蜜就甜蜜你去 我嘛 看在这件小礼服的份上 再看在 你今天表现不错的份上 我决定 帮你个大忙 我替你去 怎么样 够意思吧 不太合适吧 还不知道人家太明愿不愿意呢 气 她都找到你了 证明她没人可找了 她如果知道我有空 肯定来找我了 行了吧你啊 都帮你了还怎么着 好 既让你不得罪人 又可以让你和男朋友甜蜜酒 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哦 你干嘛去 试衣服 好 真是 太漂亮了 哎呀 也不知道是给哪位明星定做的 怎么就落在你身上了呢 嗯 刘太明先生特意送来的 你认为是给哪位明星定制令 哎呦 令姨 这么说 你这只凤凰也要飞上枝头了 嘘 千万别胡说 这八字还没给你品啊 哎呀 不过呢 今天晚上的活动 还是很重要的 哎 你们看 哎呀 这个款式 这上面的猪片 哎呀 这个牌子 这个价格 哎呀 还有这个颜色 哪样不衬我呢 哈哈哈哈 就是你的这个身材 不衬这个裙子 啊 怎么会拉上 哎 快把我拉一下嘛 好 快 一定要给我挤进去 快 哎呀 啊 宋敏 快快快 你真是我的救命福色 想你你就到了 别 你这已经大了 有事儿说事儿 哎呀 今天晚上 是我人生的关口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 塞进这条裙子里去 快快快 帮帮帮 想我尽力啊 收 收 太明 嗯 既然 去不了那个派对了 那么 咱们可以去一个别的什么地方 也别浪费了 这身衣服吗 啊 我真的还有事儿 没关系啊 我可以陪你 反正 我闲着是闲着 我不介意 可是我介意 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真的还约了别人 要不这样 你在车里等我 我帮你接辆车去 好吗 哎 哎 对对对不起 算了 喂 方小姐 没事儿 好像你的后背 出现了点问题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本就的 那所以呢 那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увелич什么呢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本就都让它处理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本就让它处理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等你啊 天天你让我很尴尬 你认为你把方黎一推给我 你就可以摆脱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天天 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主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可能是我话说中了 不是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你不要烦我就是我谁都不想理 住前还真沉得住气 也不早点说逼刘太平取他进门 还天天来这儿来上班 真没气 是呀 哎呀别说逼婚了 你让他逼刘太平 给他去买辆车买套房 你看他能做得到吗 对呀这是最起码的呀 先用一个迷魂大法 这招不灵 那就再来一个又哭又闹 你当刘太平是态子呀 要不直接来个凤子成婚 先上车后买票 好多明星都是这样驾入豪门的 这招嘛也未必管入 刘太平又不是只有一个私生子 你怎么上司座一脚收都没有啊 我可没收你管管啊 方黎仪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就当着我的面一条一条的给我讲清楚 如果能改的话我一定会改 如果不能改的话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理由 你怎么背后损我 咱们还怎么共事啊 不能共事 周天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威胁我 还是想让主编把我开了呀 我想换办公事 周天你真要换办公事啊 我看你换办公事是假 想干操我是真 谁不知道你现在是主编面前的大红人啊 你要说跟我不能共事 主编留下的还不一定是你 是我是说了你不少坏话 可是你在日记里也没少写我呀 再说了 我也就和这几个人说说罢了 你可倒好 都写到全中国去了 那我没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啊 那我以后也不攻击了行不行 那要是你还在背后说我坏话怎么办 那那我以后想说 我当面说这总可以了吧 你同意不坏了 暂时的啊 其实 我说的也都是事实 不算人身攻击了 阿姨 阿姨 你找我有事打个电话就行的 你何必亲自怀疑呢 我呀也没什么事 我就想认识认识门 好 可以 来 来 又说啊 你的房子布子挺不错的 怎么没有爱人和孩子照片呢 阿姨 韩露她知道 我没有摆照片的习惯 又说啊 我今天是来跟你谈谈路路的事 座阿姨 我给你泡杯茶 走 周田 进来一下 主编 你找我 你能彻底删除电脑里的东西吗 全部吗 部分 能 有把握 有 一把难刊 方案所有的资料 集中在一个U盘里面 之后 彻底地删除 电脑里所有的痕迹 一定要记住 这个资料 除了我之外 不可以再有第二个人 能够看得到 好的 有必要的时候 我会把U盘交给你的 嗯 去吧 露露啊 是个很爱面子的人 你有家有孩子的 什么都齐了 她能说自己没丈夫吗 自从和你离婚以后 她再也没结婚 有些人呢 对她也有意思 可是她工作忙 没有时间和人见面 次数多了呢 人家也不再找她了 对 她已经是成功人是吗 想找合适的 很难些 所以我说呀 这个人 还是旧的可靠 又说啊 你现在对露露 还有感情吗 我知道 你有家 有孩子的 可是 我看你机会大老远地回来 也没有带她们 你们 是不是感情 从现在的裂痕 阿姨 我和寒露分手之后 我一直就没结婚 我不想让她知道我一个人 让她觉得我很失败 你说说 你们这两个人哪 怎么都这么要强呢 如果我今天不来的话 这个误会 给拖到什么时候 才能解开啊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我们俩 会不会有可能 又说啊 有句俗话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天远地远 先隔这么多年 还能够再碰到一起 这是老天爷在保佑 又说啊 我今天来 你可不能跟露露说 她要是知道了 肯定得和我急 我明白 又说啊 以后常回家看看 每天晚上下班 回家吃饭去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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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林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是你啊 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最高预警 寒露刚刚打电话过来 黑皮书启动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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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梦点 你想 vortex 好像 没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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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上真的出声 梅叶是世界级的大师和艺术家 今天来在多媒体女艺里 女艺里有主目的作品门市 梅叶先生创意是无穷的 作品王旺惊世海俗 搜鬼才之称 从不屑于商业表演的梅叶先生 此次揭露韩上究竟是如何的寓意呢 时尚快发记者罗希 为您带来后续报道和独假爆料 韩女士 您先等一下 梅叶先生说他俩先沐浴更衣 然后再商量一下事成安排 好的 好 您先坐 谢谢 好 刚才你在记者面前说了些什么 我没说什么呀 你到底有没有带脑子来上班 你跟他们说什么 等什么 我说 等到咱们记者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就自然就都知道了 谁说要开新闻发布会 谁告诉你的 不堪 这个策划案从头到尾是不是你干的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细节 我相信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哪一份策划说你们说我们要开新闻发布会 自作主张 非得要搞个新闻发布会 对不起 主编 我以为 你没有资格以为 我告诉你 永远我做的事是让你猜不到想不到的 你给我听清楚了 如果今后你再因为私人情绪 还有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的话 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 好个寒露啊 这一年来 我在韩山兢兢业业的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吧 没有功劳那我也有苦劳吧 这回这么大的风光好上 他呢 他连块蛋糕的余料都不给我 真的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其实这事也不能完全怪寒露 梅耶不肯伤眼 你想啊 演出不招伤 那你这个广告总监当然只有干看啊 闭嘴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据可靠消息 梅耶大师所有用的服装道具 都是中国真正的独懂 灯光音乐设计部分呢 梅耶大师也请来了德国同行好友家庭赶工 但是排练多致 除了梅耶和寒露 没有任何人参与过观看过全程表演 真可谓保得密中密 讨劳你我好奇心 德国方面行马其次秀做成全球巡演 可寒露为了兑现实验一次的承诺 坚决不同意 因为这是寒上和梅耶共同创作的 大家好 我是时尚快报记者罗希 今天我们有幸在杂志社门口采访到了 主编的助理周田小姐 周田小姐 请我们讲两句 好的 在之前呢 我确实说过我们要开情报部会 我们也是这样计划的 可惜计划不如变化快啊 有我们这些可信的记者大师们 他们实际上是太厉害了 本来我们要在新闻发布会上讲的内容呢 现在都提前曝光了 没有办法 调取上了 我觉得周田小姐太能过努玄虚了 过努玄虚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想对大家说的是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解除的质量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解除的质量 我该去哪里 演出今晚就要举行让我们试图一旦 看看没眼和很想就用怎样挑战我们对艺术和时尚的理解呢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还有几辆里面车在路上 周田吩咐了要确认接到所有的贵宾 那我先走了 我还打电话叫车去接你呢 喂 男士的主编你不用去接了 一会我带他过去 好的 你带我过去 口气不响嘛 我知道你们这两天不眠不休的工作 咖啡和点心 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吃东西的力气都没有了 在开场的前四十分钟 每夜现场新当病突发 今晚的演出一分钟前 正式宣布取消 所有的训练不停 公司经纪人 演出公司的负责人 还有大大小小的媒体 现在 您是娟跟邦尼 正在尽量挡架 劝他们先回去 这有什么好难过的 刘泰民 不过是个花花公子而已 说不定这件事 还有一些好事呢 是啊是啊 换了我呀 我都不太搭理他的 就算这样 我也不高兴 我倒觉得周田挺无辜的 刘泰民对他那么倾情 他不可能那么冷脸对他吧 请问 我是梅叶先生的翻译 我们要见韩璐 韩主编 我们来并不是信誓问罪的 依照法律程序 我们有责任对梅叶先生的事情 事先知会你 根据医院方面的估计 梅叶很有可能 无法度过危险期 基于这方面考虑 我想告诉您的是 一旦梅叶果真去世 根据演出合同 韩上将进行部分赔偿 这其中还不牵扯 理赔跟丧量费 部分医疗费用 还是应该有贵事来承担 说吧 到底要赔偿多少钱 得两百万以内 关于赔偿的事情 我们会遵循法律 你们请放心 那好 那就不打扰您了 谢谢啊 不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喂 到底赔了多少 将近两百万 你是不是看错了 好 我知道了 喂 王董 这消息的确让我吃惊 金融危机来得太快了 我也没想到 一定保证董事们利益 尽快收回海外投资 我明天董事会上 再具体讨论 好的好的 咱们 GoPro Muller 为什么 Bedell Yahung 准备 有说明天董事会得 那天啊 那天啊 美生 都能量 你的每一项 第二名 非常 insights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跟TMG的前景有关 我很想知道 TMG在美国的次贷投资 恐怕是血本无归了 你怎么知道 看来我说的没错 我想上总现在 最想知道的是 如何可以摆脱这次危机 你有什么办法 上总 我的兴趣 您是知道的 你指的是韩尚 我这里有一份 并购韩尚的计划书 韩尚是TMG的门面 地位十分重要 在此之前恐怕是这样 不过这次演出的夭折 让韩尚在整个时尚界丢进了脸面 恐怕很多广告客户 因此会跟韩尚中断合作 再加上梅耶的赔偿问题 也会让你们的日子不太好过 如果TMG真的倒下了 韩尚恐怕会成为赠 再也叫不上价格 你能出多少 美元 当然 这个价格并购韩尚 包括韩尚所有的债钱债务 我想这笔钱足可以让TMG还口气了吧 就算你真有这么大的实力 现在是金融风暴 收购韩尚 你肯花这么大的血本 盛总 合同就在我车里 只需要您点头 这件事情 我还得跟董事们商量一下 董事们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您最需要说服的应该是 你指的是暗落 这两天 的确遇到了不少烦心事 我也知道你的压力 今天正好有空 大家坐下来聊聊天 不谈工作 就是放松 刘董 这段时间 我们确实压力挺大的 行了 我只想知道 是不是要谈一下 并购韩尚的问题啊 既然这样 我就直说了吧 TMG的确遇到了财务问题 投资失败 亏空如此之大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们开价多少钱 这个 主编 既然已经成为事实了 您看您的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啊 一个躺在母亲怀里的孩子 被人家抢夺走了 还需要争取我的意见吗 这件事我还没有最后决定 事关重大 我总要问一下股东们的意见 集团现在遭遇困难 我希望你为大局着想 就算韩尚并购过去 我可以保证 你韩禄还是韩尚第一把手 不用了 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比钱的诱惑还要大呢 韩尚是我们的心血 是我们一手把他抚养长大的 今天 失去了韩尚 或许对集团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跟损失 一切 听从董事会的决定吧 尚董 韩尚的未来交在你的手上 我绝对地相信你 我就不信 他韩禄这次还有别的办法 他必须面对现实 有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跟尚丰已经提出了一个 收购韩尚的方案 收购韩尚 TMG集团能放什么吗 TMG集团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这个收购方案我已经制定好了 如果他们董事会那边同意的话 两周之内就可以启动 这回可以成功地收购韩尚 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TMG集团那边的决策 如果我把他告诉韩禄的话 是不是意味着他可以翻盘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我想与你分享 还有就是 信任是爱的基础 当然了 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韩禄的话 这是你的自由 你能信任我 我很高兴 接完电话我就跑过来了 什么事 陪我走走好吗